原标题 古代最嚣张的采花大道 十年内犯案182次 最后被皇帝临时处死在中国古代 曾经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 三峡武艺中 曾经有一个主角叫做花蝴蝶 他仗着武艺高强 神处鬼没 经常坐监犯车 毁坏女子的清白 后来被高清天抓住判处死刑 因为他的绰号是花蝴蝶 所以后人将那些偷香妾玉之被称之为采花贼 另外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 也有采花贼出现 比如笑傲江湖中的万里独行钱国光 射雕英雄传中欧阳客 还有天龙八部里面的云中鹤都是这样的人 其实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个采花大道 他十年内犯案182期 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 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采花大道桑冲 桑冲出生于山西太原 从小到大就有手好贤 无物正业 后来听说山西大同府有一个流氓叫古才 这个人有一项本事善于易容 而且还会男扮女装 每次以教授女 子女工为理由 做了坏事18年 最后还没有被官府捉到 他听说这样的好事 立刻去拜师学艺 展开全文骨 才将自己的锁血倾囊相授 还给桑冲做了一绒术 将他身上的汗毛全部剔除了 还教他女子养家糊口的本领 比如烹饪 女工 刺绣 在古代女子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特别是那些大家闺秀 但这些女子嫁为人妇之后 肯定要为一些手艺 不然勤急说话 女工刺绣是怎么来的 都是那些女老师教他们的 所以桑冲学这些手艺 就是希望能够男扮女装 混进女子的闺房 桑冲学会手艺之后 还收了七个徒弟 将自己学到的本事 全部交给他们 还约定以后 不管谁被捉住了 都不能告发对方 桑冲就怀着一身本领 开始走南闯北 而她的足迹 踏遍大同 太原 济南 东昌 宝定等四十五个州府 经过了七十八个乡镇 当时的山西 山东 河北三个省份 都被她走遍了 而她没到 一个地方 就去给大家闺秀教授女工 而她作案十年 从来没有被别人发现过 毕竟 古代女子对于清白都很看重 所以为了名声不敢吱声 更没有胆量去报官 到了陈化十三年 桑冲来到晋州 听说有高家庄的女子 长得非常漂亮 于是又生出了坏心思 她女扮男装到高家庄应聘 没想到高家庄有的女婿赵文局 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她看男扮女装的桑冲非常漂亮 于是就趁着义类闯进她的房间 没想到她是个男的 一气之下就禀报了官府 桑冲的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后来皇帝也知道这件事情 下令将她临时处死 桑冲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